喂喂喂啊 这个你首先就是你要打开shapfile的话首先打开archmap 嗯就单击然后就可以打开了 然后打开之后你就有这个界面就是archmap界面 找他界面之后呢你得先找到那个shapfile 然后你找到shapfile就是首先他要找到这个catwalk 在catwalk里面有一个folder collection 然后你就右键然后collect to folder 然后找到你那个folder 然后我就在这个folder里面 然后你找到这个folder里面之后呢 他就可以自动的把这个folder里面的东西他给识别出来 就是GS能打开的他都识别出来了 你比如说你看这text zones 你看这里没有text zones对不对 这里有个shapfile shapfile就是shp 你就很简单你就把它拖进去就是 啊你看这 这是这种的 然后subway你看 嗯 这这就是 这也是 subway好像没有shapfile 我好像没有看到shapfile 哦对这这一个是subroute 你就拖进去他就是subroute 然后如果你想看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很简单 你就这上面有一个inidentify 你就点identify 然后你就点 啊点点了之后 耶 然后啊 点了之后然后他这个就有了 呃点之后他就有他的信息 你说你点polygon他就有polygon信息 你点这个路他就这个路的信息 好吧 然后另外一个呢如果你想显示这个路到底是啥 你就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右键label 你可以label feature 你点这个label feature 然后 但是但是他有时候label他不是label你想label的那个field 你必须得啊 啊 go to properties 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个labels 然后在labels里面你可以选择 嗯 嗯 label style啊 这里面我好像label field 你看你这里面可以选择field 你选择road id的话 他就选择id 那他id就在这 所以他就是 这这就是id 你看这打开是7 7 这打开这是另外一个 这m so 所以就是 基本上就是两种啊 这m